大家好 欢迎收看《粤语最财经》 2万亿一集经济有戏了 这次央行搞一波 财政搞一波 被人瞬间看到了经济起身的希望 据路透社报道 9月26日高层开源了月道的中央政治会议 财政将发行2万亿的特别国债 去支持今年的经济增长 同时势然要阻止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滑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措施 部分专行债的资金用于补贴居民消费 和企业的涉备更新 专行债收益用来向二孩家庭每月补助800元 给中小企业减税 发放就业补贴 不得不说这波经济政策和以往完全不同 打蛇也都要打到七寸 首先这波经济政策好成体系 跟之前的零敲税打的完全感觉不同 看看新政策出台的时间线 周二央行降准降息和新开发两个货币工具 给整个经济述造了更宽松的环境 也提供了很多的漏洞性 周三给六大行补充资本金一万亿 撑拾了金融稳定的根基 比银行更加有能力去化解地方和房地产的风险 周四 财政额外多花两万亿去补贴 居民消费和缓解地方的债务 思路一改往日 重投资轻消费 谁家孩子谁抱走的想法 开始靠居民消费和地方扩张支撑 墨加上将逻辑摆脱TS 很明显整个措施是敢密的 高度协调的 系统的 不再是以前那些针对上实中的某一行出来的一篮子的举措 而且每一行都是直指关键痛点 其次的是一波高层的态度 好着急也都好坚定 跟以前的都不同 具体表现有 报告出来的时间比平时早几个小时 而且刚好卡在下午的开盘 更重要的是态度上直面问题 新情况新问题 要求他们增强责任感感拍感 总之在这个即将开启的十一场价 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出手 总算是比久了一年的他们 他们看到了曙光 那可能会有人问 这次真的可以吗 他认为起码靠谱很多了 首先 自上而下看 当前他们经济盘活的源头是什么 是地方财政扩脏 疏通资金向下流动的通道 这几年因为化解地方债务 高层限制了地方投资扩脏的能力 依靠地方投资和消费往下流向 中小企业的钱被锁住了 企业自身周转资金能力大大下降 加上房地产下滑引起的一些问题 导致原来整个经济中最大的两个水源被堵死了 从而无法通过管道向田间地头灌溉 现在拿出一几亿的主动 帮地方化解债务 这样就可以让地方腾出更多资金和正力去支持经济 改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 这样一来 地方财政这个关键水源被激活了 水就可以流动 普通人就有机会通过就业来折水 其次至下以上来看 当前经济没可能是自行运转的 关键是什么呢 是消费不足 支撑不起物价 企业武力扩张 有了财政向居民消费补贴 而不是向企业产生补贴 整个国内的商品价格 不至于一直在低价的魔袖中内卷 企业利润有了支撑 就会有扩张 消贡的动力 普通人就热就会慢慢好起身 从而被市场形成了收入上去 消费增加 企业扩张的正向激励 所以这次财政政策 虽然是一旦在做了两个亿 看上去并不多 但洗钱的方向一变 效果和之前比必然是事半功倍 保持这种态度和有效的行动 后续再跟上拉升我们的信任 给钱不是一直躺在银行的定期账户里面 不是国债的泡沫里面撕杀 一定会比之前好很多的 至于大家关心的房地产 他认为核心还未解决 但是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说还未解决 之前说了很多次 房地产的首要问题 在于发展商的流动性 其次是长远的解决老百姓 手上有米可迈的问题 这次高层的态度非常之坚决 但拿出的方案 仍是依靠央行吹着银行 向发展商提供资金周转 加上高层吹着地方向银行借钱 下场买楼这两个核心手段 但是这两个方案效果怎么样 每个月的房地产数据 早已给出了答案 究其原因 一个是没有解决发展商资金短缺的 流动性问题 一个是没有考虑地方自顾不下的现状 具体来说 靠央行吹着银行给白名单的贷款 忽略了高层房地产去杠杠 楼价下滑的背景下 银行根本没有动力 也不愿意给发展商提供资金 你随便问一下身边银行的朋友 几乎都是说 发展商首日边 没有持实物做抵押 信用在下滑 不敢贷款 扣上边吹着地方向银行借钱 下场买楼 忽略了地方此时 自身化债前心 没有那么多资金能力 其买楼租资金收益 也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 为什么说房地产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高层态度明显比之前更加具体 更加坚决 这次专门提出了 抛定物 房地产市场停止下跌 明确目标就好办事了 对地方和消费的大力支持 会整体的稳定经济 从而监制着支撑在房地产市场 就好像是被水池注入了新的活水 被水流动起身 这次央行出手目标很明确 就是稳增长防通缩 经济增长压力大了 就要想办法刺激 通缩风险来了 就要想办法被市场活跃起身 被大家手里边的钱流动起身 目标讲到底就是为了改善民生 给大家日子好过一点 给大家可以吃上月夫的包子 给赛市场的大妈可以买多点菜 给小生意的人可以赚多点钱 房地产是个大产业 它好了 上下游一大堆产业都可以甘住受益 从建筑工人到建材商 都可以感受到经济复苏的暖意 就好像一棵大树跟撞了 支月才可以茂盛 再讲股市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稳定了大家的信心 也都可以租 投资的意愿也都会更加强 股市上涨 可以带动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 从而促震消避 股市就好像一个蓄水池 水多了 自然就可以供盖这么多土地 当然了 光靠央行放水是不够的 还需要其他政策来配合 比如减税干费的政策 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 刺激企业扩大投资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出台 促消费的政策 比如发放消费券等等 这些政策结合起身 才可以形成合力 才可以真正将经济盆活 就好像经济这部车 加满了油 再铺上了平坦的道路 才可以跑得更加快 更加稳 有人可能会问 放这么多水 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这个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不过现在的情况 和以往不太一样 以前是需求旺盛 导致通胀 现在是需求不足 导致通缩 所以悉毒的放水刺激需求 反而有助于稳定物价 当然了 央行也会密切关注密格的走势 急时调整政策 防止通胀失控 就好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 知道何时该加油 何时该刹车 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朋友说 他们公司最近开始加大招聘的力度 说明企业对于未来还是有信心的 开餐馆的朋友说 最近生意有所好转了 客人比之前几个月多了 晚上甚至还要排队等位 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说明经济就在慢慢复甦 就好像春天来了 慢慢开始复甦了 形势确实严峻 但也不用过度悲观 央行这次放大招 就是为了应对挑战 稳定经济 相信在各种政策的共同作用下 经济最终会走出低谷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就好像经历了寒冬 春天将会到来 路边摊的孝传师傅生意又开始红果了 小区门口开新了几家小店 买奶茶的买鲜花的 还有修自行车的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势子 但也可以反映出经济的活力 也希望现在是一个有效的好的开始 中国经济正在站在十字路口 希望在没多久的将来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经济复苏带来的好处 生活越来越好 就好像小草破土而出 充满生机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